一日配送員 歡迎收看一日配送員 我是怡沛 自从上一次拍影片教大家做司康之后 很多人纷纷在下面贴上自己完成的照片 然后说从来没有想过说 自己第一次做司康就可以这么成功 然后也没想过说厨艺竟然会大进步到这种程度 接着下来要教大家挑战一个 如果你能够成功按照我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我包准你会从司康的幼幼班直接跳到博士班 今天要教大家要挑战一个很厉害的蛋糕 叫做Cheese蛋糕 我自己很喜欢吃Cheese蛋糕 其实有分很多种 包括了轻卤酪Cheese蛋糕 重卤酪Cheese蛋糕 另外还有吃起来湿湿滑滑软软绵绵的舒芙蕾Cheese蛋糕 也是我最爱的口感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挑战舒芙蕾Cheese蛋糕 准备的材料有蛋三颗 鲜奶油卤酪200克 无盐奶油20克 牛奶50cc 低筋面粉40克 白糖40到55克 糖的分量可以自行微调 如果不喜欢太甜 我会建议40克的糖刚刚好 如果想吃跟外面卖的差不多甜度 就55克 首先准备模具 用烤盘纸或烘焙纸 画一个模具的底盘 为了方便脱模 记得用铅笔轻轻化就好 千万不要用原子笔 不然等等你会吃到原子笔蛋糕 另外是侧边需要两条长形 大约高出模具一公分就好 如果太高 等等蛋糕上色会太浅 如果太低 蛋糕上色会太重 这一点请留一笔记一下哦 然后把有铅笔痕的那一面朝下放 接着把蛋白跟蛋黄分开 记得放蛋白的容器 不能有水滴或油脂 会影响待会蛋白打发的状况 蛋黄里面刚好就有油脂 所以请大家分蛋要小心哦 准备一个大的容器 放入鲜奶油乳酪 奶油跟牛奶 然后隔水加热 帮助它们融化 如果觉得很难使力 可以先用刮刀 把鲜奶油乳酪切成小块小块 比较好操作 一直搅拌到均匀 没有颗粒之后 加入蛋黄 接着加入过筛的面粉 把它拌成面糊 用刮刀把边边的面粉一起拌入 确认有搅拌均匀就OK了 接着打发蛋白 虽然有很多做法会说 糖要分三次加 但是加的时机点 对于初学者来说 真的很难拿捏 如果是用电动搅拌器打发的话 其实糖可以一次加进去没问题 但记得机器还没启动之前 先把糖稍微轻轻拌入蛋白当中 否则一开机会发生像我某次的悲剧 整个糖往家里四处喷射 非常崩溃 打发蛋白 打发蛋白是舒芙蕾起司蛋糕最大的重点 蛋白打到拉起来会呈现一个漂亮的海浪形状 就OK咯 接着取三分之一打好的蛋白 加入面糊里 然后用打蛋器把两边mix在一起 诀窍是打蛋器从中间下去往旁边拉起来 重点是要轻轻的 千万不要用力搅拌 这样等等蛋糕才能非常湿滑绵密 全部融合在一起之后 把剩下的蛋白全部加入 用一样的方式直到完全融合 最后再用刮刀检查 有没有或均匀 一方面也利用刮刀在搅拌的同时 帮助面糊里大的空气排出去 最后这个动作很重要 用刮刀轻轻的拍打面糊表面 帮助表面变平滑和排出一些多余的空气 接着在桌面甩两下 会看到表面有微小气泡跟着排出 这个时候可以先去预热烤箱100度 准备一个容器里加水 加到一个纸节的高度 水温大约40度 然后就可以送进烤箱了 100度烤60分钟之后 不要拿出来 直接再用160度烤15分钟上色 再用刮刀检查 再用刮刀检查 再用刮刀检查